你们两个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呀 我们两个 两个的合作 那我说说吧 对 你也说说吧 这非常也值得我说一说 我是从1998年就开始冲击咱们央视的春晚 但是一直以来就这么冲不上去 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就被毙掉了 这是2007年我接到了东霖大哥的一个电话 说是你是邵峰吗 我说是 兄弟你来一趟 你到影视之家来一趟 我们这有一个本子 你看你愿不愿意演 首先我能接到他的电话 我就很激动了 因为当时东霖老师已经在春晚上 已经很有 对 他演太多的节目了 观众心目当中 它已经是很高的一个层次了 我就很激动 我去了以后 是郭东霖老师和王承尤老师在那 当时的总导演是 语言类的导演是 那个金岳导演 就拿到了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叫回家 回家这个作品 我一看本子 一共俩人 一共两个人演 你们两个 对 他就找你 对 说实话 我当时没有抱任何的心理 我总以为是三十多个人 你是其中之一 对 他练了半天舞蹈 我那个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春晚的那个舞台 当时是每一个演员向往的一个挺神圣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舞台 所以说每一个人想上到某一个节目当中很困难 有一句词两句词第一次上就不错了 对呀 而且这个节目一共两个人 东林大哥您当时怎么想着找他呢 因为别人都不来 别动了 怎么可能 当时也是筛选了很多演员 完了以后呢 王成平老师是我的作者 从有事您说话 95年就开始给我们写作品 所以说他就说 他说我是部队的 他是 他跟他很熟 沈阳 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叫邵峰 说他是济南军区的 他说演戏特别好 我说我知道他 我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 我就找了郭达老师 要的他的电话 我说给邵峰打 我说您是邵峰老师吗 他说您是哪位 我说我是郭东霖 哎呀郭哥怎么那个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请你来演个角色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 他就来了 这么客气 他来了以后呢 我们俩一对词 我们就觉得 就是不要再说别的了 天一无方吧 对 而且你们俩这形象 往这一放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我演一个护工 他演一个下火车路人 路过这儿的 我有那个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吧 咬咬咬 绝对咬 来 我明白了 大哥子 你在医院是个陪护 护工吧 护工吧 好像瞧不起我 我告诉你 我互出那成就都吓死你 多少个奄奄一息的人 让我互在那说话了 多少个植物人 让我互成动物人了 你妈这情况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好 没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大哥哥 谢谢啊 现在 我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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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当时我们想要反差 我们当时一比较 说的有反差就好看 你看那个相声演员 一个高大的一个那个 一个胖的一个那个 往那后呢这样就好看 他们俩真的高大 咱俩就那个 这都是为了不让你们难受 就不说个的事了就不提 因为只有两个人 其实我觉得春晚的小品 两个人挺难演的 对 特别难演 说实话 这也是极少的 这样类型的小品 很少 春晚舞台上很少